我作为朱斌的兄弟,我就应该帮着朱斌去干你 那这样吧,你兄弟一起吧,好吧 谁不打谁孙子,好不好,还是那句话 我今天,我从来没跟别人杠上,我今天跟你杠上了,好吧 大家好,我是狗狗小男 方便从不参与倒影武林之事 确实因为合伙人朱斌的一句话,成功把他拉下水 大咖已到位,气场必须拉满 惹得王赛都要和方便较量一下 因缘于赛火之争,朱斌是力挺一虎 喝了点八家以后,不分青红烧白 把王赛怒怒了一对 这让王赛气不打一出来 必须要找方便讨了说耍 方便得知此事后,也是非常的气愤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认为骂人就是不对 必须道歉,一人做事一人当 方便本人不可能道歉 必须让朱斌出视频道歉 虽然说朱斌道歉了,却感觉有点敷衍的意思 双方的粉丝都看对方不顺眼 有王赛的粉丝直接跑到方便卖货的直播间 各种拉结肉 我作为朱斌的兄弟,我就应该帮着朱斌去干你 我就是 我跟大家讲,我是不愿意搭理 现在江湖上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所以我的大号,大家看到了没有 我直接把连麦功能全部关掉了 我不跟任何人连麦现在 我今天直播还带节奏 王赛还带节奏 带了他的什么朋友 什么他的一些小弟 所谓的小弟跑到我直播间来 还带节奏,买我的东西还要退货 还要给差评 大家说这样,这样做对不对 事情愈演愈烈 王赛凌晨做出强有回击 说我做错什么事 你们真有理,你们骂人都这么有理 你们骂人特别有理 骂人理直气壮 对吧 那就说谁不干谁孙子 好吧 你还要替你兄弟打我 那你这么牛呢 这么有本事呢 你们还要替 你不陪你兄弟干我就不错了 那这样吧 你兄弟一起吧 好吧 谁不打谁孙子 好不好 还是那句话 好 我今天 我从来没跟别人杠上 我今天跟你杠上了 好吧 在这赛乎之中 现在完全变了性质 这让竹斌 数十没有想到 因为他自己的一句话 演变成这样的结果 太后悔了 各种连迈 说自己真诚道歉了 我从年啥看到 这个谁玩大了 我脱了 我没想到这样 我这个人这几年 我习惯了在这里 我那我王老师 我就就就一句话 就说啥王老师 我对不准备了 这个谁再暂停了 我嫁好王赛那微信了 我发了三个微信 至于王赛怎么挥 还是想干啥 我主持人说了 我不参与了 我就不参与了 你给王赛发了三条微信 是吧 我最后一条视频 那有态度 故意是赶紧出来 想要缓和局面 因为起因在于他 恳请一些网友 不要被人洗脑带节奏 不要恶意的攻击方便老师 因为方便老师呢 从来都不会参与 抖音武林的任何事情 因为他有更高的发展和作为 他根本就不需要通过 这种低俗的炒作方式 来获得流量 他用实际行动 把抖音武林的流量 让给了我们这些 民间功夫拳手 如果你们想出气 把气撒到我身上 让我一个人来扛 方便要是真敢接下王赛的比赛 三圈两腿作为王赛的好兄弟 当面表态 要霸气拿出十几万福利 给废斯 表示对王赛的大力支持 他如果敢接 来我直播间朋友们 如果方便要是敢接的话 我免费送出去 15万的枸杞 免费送 就是全部零元 就是大家抢 一千单 我觉得这就是智商 兄弟是互相的 相互 然后腿腿呢 真的是我觉得 也我觉得是可以推推点赞 好吧 王赛和方便到底能不能搭起来 搏机圈的专业人士张立鹏给出答案 没有骂 没有骂是别的话吧 我不知道骂的是什么呀 什么还有人说骂骂的 有人说又骂脸来的 骂的到底骂的是啥呀 我都不知道 我都让你们给我整蒙了 都有点蒙圈了 对 说说就过去了 我觉得 只能说是 说说就过去吧 这个事情 你说到最后 我跟你说 这个事情 你要说让他们两个去 去让方便跟王赛 让他们去在擂台上打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不会 不可能的 我觉得方便他不会去打的 对吧 你们也不用说 说方便 方便怕了 对吧 这个没有什么所谓的怕与不怕了 兄弟们 你们认为方便打过那么多场比赛 你认为他会怕 怕 某个运动员吗 他不会怕的 知道吧 他不会怕的 他只不过是 不想参与抖音武林的这些事情而已 所以说他不会打 各人认为 方便地面打不过王赛 战利规则 王赛打不过方面 各有所长 两人都是各自领域的天花板 作为真正的舞者 要以得负责 既然朱斌知道错了 那就诚心向王赛道歉 把事情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各位大佬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对外讨论 谢谢 我们下期见